一个好消息 农历年后呢 C肝的新药将会纳入健保给付 减轻民众动辄百万的医疗费用 肝病是台湾国病 其中C肝患者高达60万人 这种慢性病治疗矿日费时更烧钱 好消息是C肝口服新药 农历年后即将纳入健保给付 疫情里面有分EAEB 而且他们的成功率呢 如果胜选病人的话 都可以达到9成5的效果 那甚至有的药物 它可以在临床试验 可以达到9成9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再加上如果说你 就是没有这种副作用的话 它基本上除了黄感上升以外 它没有其他的副作用 口服新药能缩短疗程 纳入健保给付后 动辄百万的医药费 也能够获得补贴 不过日前南部发生 有患者因为使用新药致命的个案 引发不少用药疑虑 希望健保署能够 在最快的时间 让我们能够知道 它的标准在哪里 那我们也可以根据这标准 赶快跟病人解释 说你适合第一波的治疗 那这样对这些病人 就是有更大的帮助 我曾经有病人 其实一直等 等了半年 等了一年 最后就来不及了 所以希望能够 越早让病人有这个机会 可以把细心肝因给他治愈 医生建议肝病患者 吸肝治疗还是得听从医主 对症下药 早日摆脱 肝苦人生 记者零星线张卫瑜 台北报道